对于突然揭开的答案,魏无羡克制着自己沸腾着的激情,想给自己一个清醒的答案,他知道他喜欢拦网机,愿意跟他在一起,但他又从来是那样的喜欢姑娘,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问题,他回法国后是那样的想快些回苏州,原来就是为了这个答案,他会退缩吗?魏无羡从未退缩过,那他该怎么办? 那个晚上,他关上房门,打通了江燕黎的电话,江燕黎对于他来说是与其说是姐,不若说是母,江燕黎从小照顾着她,是她最贴心的人,她的心事,只能找江燕黎诉说,姐,才喊出一个姐字,魏无羡居然鼻子就发酸,就要哭出来,阿羡,怎么了,是不是感冒了?听声音有点塞鼻子的样子,江燕黎清脆欢快, 听声音传来,魏无羡紧控着了一下情绪,她说,姐,没有,我很好,你好吗?没事就好,我挺好的,听江燕黎的声音,快乐的像小鸟,魏无羡小心的说,姐,你很开心,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跟我说说,先不告诉你,不告诉拉岛,那,我问你,一个人,为什么会喜欢上另一个人?我说的是那种喜欢,江燕黎问,那我们阿羡有喜欢的人了,魏无羡,至少不要太喜欢吧,那岂不就是自己往自己脖子上套戴套离拴交吗? 谢谢,喜欢一个人是由心而发,没办法控制的事情,喜欢就是喜欢,只要是心甘情愿的,就好,被套离拴交也是甘之如意,只要我愿意,呵呵,我知道了,姐以被套离拴交,说,是哪个臭小子套了我姐? 姐,阿羡,看你怎么说话呢?姐,不能,被喜欢啊,电话中都能听出江燕黎羞答答的表情,她真的谈恋爱了啊 姐,恭喜啊,姐夫是谁啊,透露一声,早着呢?什么姐夫,你认识,姓金的那个?哦,是金家那小,金大公子啊,他是不是还像从小那样高高在上墓中无人? 姐,你要小心不要被欺负啊,不会的阿羡,他不敢 姐,他要是敢欺负你,你跟我说,我马上非法国揍他一顿 好,他敢欺负我,我就告诉阿羡,哈哈 江燕黎在电话那头,笑得如百零鸟在欢叫 挂了电话,魏无羡心里回荡着江燕黎的话,由心而发,无法控制,心甘情愿 是的,魏无羡觉得现在他就是无法控制的,想跟蓝忘机在一起,心甘情愿,哪怕是套离栓江 这世上能有多少是前世的情愿?没有,肯定没有 他和蓝忘机今生能够再找到彼此,不知道是前世是有多么的不舍 想了多大的功夫,才会有今世的再相遇 所以,他,魏无羡,不可能放弃蓝忘机 当一个人真的理清了思路,想清楚了自己内心的所想 人就轻松了起来 第二天,魏无羡打扮了一番,给蓝忘机打了电话 蓝湛,你在哪里?要去上班?那你等我,我去接你 好,蓝忘机接到魏无羡的电话 那一刻,他按住自己的心跳 走到镜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嘴角一扬,魏英,我知道,你会来的 当魏无羡的车停在蓝家大院的门口 蓝忘机走了出来 看见魏无羡盈盈盈的双眼望着他 他轻轻点了点头 魏无羡给他拉开了车门 蓝湛,你请坐 蓝忘机静静地坐了进去 他说,魏英,我们去太湖边走走 好的,蓝湛 蓝忘机和魏无羡第二次来到太湖边 魏无羡停住了车,摇下车窗 让太湖潮湿的风吹了进来 他双手按住了方向盘 双眼望着前方久久没有出声 蓝忘机也静静看着他 没有任何的举动 太湖宽广的水面上,波浪壮阔 波光零零翻盈点点 鸟儿上下翻飞 更有太湖大桥如长红卧波 蜿蜒连接两岸 水天相接之处 一轮红日沉浮于云彩之中 真是美不胜收 此情此景 蓝忘机和魏无羡都没有心思去欣赏 魏无羡沉静得不像往日的魏无羡 蓝忘机依旧清冷而淡然 太湖的风 太湖的云 太湖的美景 都不是他们当下关注的事 魏无羡沉默了好久好久 他轻轻地摇上了车窗 拉上了窗帘 然后 他轻轻地飞到蓝忘机的怀里 蓝湛 魏英 蓝忘机即使伸出双臂 紧紧地搂住了他 这一次是真正的确定 再无反悔 再无迟疑 他的魏英 从梦里走出来了 这一刻 什么话语都是多余的 千言万语化作一个拥抱 两人久久不肯松开手 不知道拥抱了多久 魏无羡终于出声 蓝湛 这几天 我想你想疯了 我不可以不要你 没有你不行 只要是你 没什么不可以 只要是你 我什么都愿意 魏无羡紧紧孤注蓝忘机的腰说 换句话说 从前世寻到今生 为你而来 非你不可 无论你是谁 魏英 蓝忘机俯着魏无羡的背 闭着双眼 倾听着彼此的心跳 再也没有出声 魏无羡躲在蓝忘机的怀里 蓝湛蓝湛 喃喃地叫着 他感到有一颗若有若无的泪滴 滑进了他的景象之间 蓝湛蓝湛